第零四七妖章 竞争城主 宁城主 我们几个到现在才来投奔你 一名脸上全是尴尬的修士 站在宁城面前 他自己都有些不大好意思 将后面的话说出来 这名修士叫兰文斌 正是当初和宁城一天来到接天时的 当初在接天时上 他就看好宁城 只是后来 宁城竟然去铲平了银雷商会的西战 这让他对宁城有些失望 他以为宁城这事情做得不理智 为了不和宁城牵扯太大的关系 他带着其余三人没有继续和宁城住在一起 先行回了吴根黑城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宁城灭掉了银雷商会西战后 没有任何事情 不但没有事情 回来后 还继续铲平了整个银雷商会 在宁城重新回到吴根黑城 占据城主府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看错了 宁城敢这样做 完全是有这个能力 现在宁城正需要人手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另外三人 投奔宁城 宁城知道对方的意思 并不在意地笑道 多谢蓝兄过来帮忙 申子墨正在帮我招收修士军 蓝兄既然来了 就请蓝兄也去帮一些忙 乌马瑞就留在我这里吧 一会说不定还有些人来城主府找我麻烦 好 蓝文斌这次没有废话 赶紧带着毛粮鹏和继英两人离开 乌马瑞高大壮实 在蓝文斌四人当中 宁城对他的印象是最好的 恭喜宁城再回吴根黑城 一个清脆无比的女生传来 宁城早已看见一男一女 脸带笑容地走了过来 那名中年男子宁城认识 是天城商会的管事穆存健 宁城刚刚到街天时的时候 就是住在天城商会西楼的 原来是穆兄 我一直以为你还在街天时 没想到穆兄回到了吴根黑城 赶紧请进 宁城笑容满面地抱拳迎接 穆存健听到宁城的话 更是欣喜 我果然没有看错宁兄 人中龙凤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天城商会的会主甘安然 见过甘会主 宁城也没想到 天城商会的会主 是一个女修 修为还不低 看她的样子 至少是洁生近二层啊 甘安然哥哥笑了一声 我听到宁城主邀请 立即就过来了 以后还要依靠宁城主多多照顾 甘安然说话 同时在查看宁城的脸色 发现他叫出宁城主后 宁城脸色没有半分变化 他心里就肯定 吴根黑城原来的城主旭凯 是真的被宁城杀掉了 看样子自己来这里 是绝对英明的 这个宁城主做事果决无比 干掉旭凯后 第一时间就是组建修士军 在吴根黑城这个地方 一旦修士军组建起来 就算是其余所有的势力联合 也远远不够看 至于其余的人 也跟在城主府后面 组建修士军 甘安然认为这绝对不可能 宁城作为一个新的城主 他自己组建了修士军 那是绝对不会让第二支修士军 出现在吴根黑城的 要是吴根黑城 还会出现第二支修士军 那宁城也不能安然地 站在城主府了 正因为甘安然肯定这一点 他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继续和其余的势力在一起 说无用的话 主动投奔到宁城这里来 请进 请进 宁城自然也听得出来 甘安然的意思 那就是说 他天城商会抛弃了 和别的势力联合 第一时间靠向了你宁城 以后还请多多照顾 散修联盟朝济盟 应邀前来拜会宁城主 黑城镇法联盟五英哲 应邀前来拜会宁城主 从宁城破去 圆灭星空船队的 隔音阵法 出言相邀 到无根黑城 其余势力的代表人物 全部汇聚成主府 前后也不过一个时辰而已 宁城邀请各位前来 城主府 实在是惶恐不已 也感谢各位 能够应邀而来 宁城在出言 相邀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 这些人都能过来 他本来的意思是 打击分化一下 无根黑城其余的 十大势力 如果有可能的话 再拉拢两到三家 出乎他预料的是 无根黑城 十大势力之间 毫无粘合性 被他简单的一句话 就分化了 先来的天城商会 散修联盟 黑城镇法联盟 都明确说 要站在宁城这一边 宁城说话 坐在城主府 议事大厅的 十多名修士 并没有出言覆和 有些人甚至感觉到 有些怪异 之前也是他们 这些人在聚会 不同的是 现在和之前 仅仅是换了一个地方 加了一个宁城而已 就在宁城 想要继续说话的时候 嘉兴商会的毛秀轩 突然说道 宁道友 乌根黑城的城主府 原来是续凯 这里也是续凯的地方 不知道为何 宁道友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甚至听到 外面有人叫宁城主 可是这件事 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按理说 乌根黑城选出新城主 我们也有资格知道一下 见宁城盯着毛秀轩 甘安然笑了笑说道 宁城主 这位是加兴商会的 附会主毛秀轩 哦 听说过 这个商会 有一个叫塞希尔的败类 被我杀了 宁城淡淡应了一声 毛秀轩也没一条 宁道友 至于塞希尔为什么被杀 因为我加兴商会的会主 还在闭关中 我也没有资格 去调查 现在 这里是讨论新城主的会议 我希望宁道友 能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也是乌根黑城 其余人的问题 宁城不懈地盯着毛秀轩 毛会主 你代表不了别人 你能代表的 最多是你加兴商会而已 至于你要问为什么 有人叫我宁城主 这件事 我还真不知道 倒是你提醒了我 从今以后 我就是乌根黑城的城主了 哦 你要问旭凯 他被我杀了 如果你也想当城主 很简单 过来杀了我就是 哼 毛秀轩呼的站起 宁城莫非你用诡计 杀了旭城主 就以为自己是 乌根黑城的第一人了吗 很抱歉 你的这个城主我不同意 不但我不同意 就是其余的人 也不会同意 要挑战我毛秀轩 告诉你 我不惧你区区 一个话顶一层 宁城也站了起来 扫了一眼 其余的人问道 还有谁不同意 我当城主的 也请站起来 强大的杀鸡 随着宁城的眼神 扫了出去 就连简血鸣 也感觉到心里一沉 这种杀鸡 就算是他也无法释放出来 宁城的实力 完全可以 杀掉一个洁生境后期 甚至不用任何诡计 宁城的目光 落在简血鸣身上 简血鸣 在这里修为最高 简血鸣 见宁城的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竟然无缘无故地 感觉到一些寒意 他立即咳嗽一声 将那冰寒的杀意 驱散了一些说道 毛慧主说的也不算错 我吴跟黑城的城主 一向是选出来的 如今我吴跟黑城的 主要势力都在这里 要不大家就选一下 新的城主 宁城忽然坐了下来 何旭地说道 简队长说得不错 是应该弄得民主一些 既然如此 那大家就开始投票吧 就好像刚才那散发出 强大杀意的人 根本就不是他 甘安然立即说道 我代表天城商会 将这一票投给宁城 朝济盟跟着就说道 我也代表散修联盟 将这一票投给宁城 毛秀轩毫不犹豫地 将一票投给了简阅明 随着虚空宗 猎风虚空联盟 黑城练气等势力 均将这一票投给了简阅明 宁城得到了四票 分别是天城商会 散修联盟 黑城单会 还有黑城镇法联盟 虚空冒险小队弃权 圆灭星空船队的简阅明 也得到了四票 宁城 看样子 你现在还不能当城主 毛秀轩心里愤怒 投票给宁城的四大势力同时 也在想着 等搞掉宁城后 一定要联合简阅明 将整个无根黑城的势力 整合一下 之前旭凯在 他不敢这样做 但是面对宁城 他可没有什么忌惮 宁城的战斗影像他看过 和旭凯比起来 相差得太远了 宁城杀掉旭凯 绝对是用了诡计 宁城笑盈盈地 看着简阅明问道 简兄 不知道你这一票投给谁 简阅明淡淡地说道 既然我和你 都是竞争城主的位置 那我们两人 自然是不好投票的了 那最好不过 宁城拍了拍手说道 既然大家都推选 我做无根黑城的城主 我也就勉为其难了 你说谁推举 你做无根黑城的城主了 刚才的投票 明明是双方各自四票 你宁城也没有超出一票 你凭什么是城主 毛秀轩再次站起来喝道 宁城冷然盯了毛秀轩一眼 这才不慌不忙地说道 既然是要竞争城主 我就要拿出一点诚意来 申子墨 属下在 申子墨犹如一个幽灵一般 突兀地出现在了大会厅中 你将你调查的结果汇报一下 宁城平静地说道 是 申子墨应了一声 同时朗声说道 加薪商会最近五十年来 抢夺天路来的女修七十八起 斩杀腹部起黑壁的新人修是 一百九十一起 共计二百三十一人 谋夺新人修是财产二百九十七起 杀二百九十七人 以上都有确凿证据 而且仅仅是小部分罪行 整个会场寂静无声 没有人怀疑申子墨说的话 因为这种事情 每一个势力都干过 实在不算什么大事情 我城主府的修士军 招收多少人了 宁城再次问道 一共一千三百四十一人 皆为画顶修为 很好 新人修士军需要写的检验 你立即带人去产平掉 加薪商会所有的铸地 西楼 商场 对这种垃圾商会 不用留什么了 是 第零四七二章 立威 你敢 毛秀轩怒声说道 宁城一仰手 涅槃枪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你作为加薪商会的附会主 责任显然更大 既然加薪商会都要没了 你也留下来吧 说话间 强大的杀士 已经在宁城身上席卷出 坐在宁城身边的修士纷纷让开 宁城身上这种可怕的杀意 和他的涅槃枪融合在一起 让人浑身都是不舒服 这根本就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了 宁城连他毛秀轩都要杀 你说人家敢不敢 不要说现在 就是之前银雷商会和城主府的续开 宁城也照杀不误 毛秀轩说宁城敢 在别人看来 简直就是屁话 住手 简炫明拍案而起 宁城竟然如此嚣张 敢在众人开会商量问题的地方动手 宁城手中的涅槃枪嗡嗡颤动 一阵阵的杀意 沿着这种颤动的波纹扩散出去 毛秀轩看得心底发寒 简炫明 如果你也要动手 我一起接着了 不要说我屁海径七层 就敢杀续开 如今我画顶修为 还在自己的地盘上 如果我还怕了 你一个杰生镜七层 我就回去买豆腐 宁城盯着简炫明 杀意不但将毛秀轩卷住 同时也卷向了简炫明 这里现在是他的地盘 四周是他布置下来的困杀阵 如果这种情况下 他还惧怕几个杰生镜修士 他真的不如回去买块豆腐撞上去 宁城 无论你是不是城主 大家来这里是商讨问题的 你在这个地方动手 岂有道义可言 简炫明感受到强大的杀意 在周围侵染 他心里一沉 再也没有和宁城应来的想法 宁城诞生说道 我作为无根黑城的城主 自然要为无根黑城 无数的修饰考虑 如家心商会这种乱杀无辜 欺凌新人的商会 如果我都不诸杀掉 我也没有脸竞争这个城主之位 各位不愿意助纣为虐的 请站在右边脚 否则就是和我宁某作对 强势无比的话语 让简炫明气地发抖 他看得出来 这里到处都是困阵 宁城可他还是不敢动一下 宁城刚才的话 显然是讥讽他 说他如此行径 应该没有脸竞争城主才对 可惜的是 现在形势完全是宁城这边强大 不说宁城周围布置的阵法 就算是这里的人 一旦打起来 他肯定有一半帮助宁城的 想到这里 简炫明只好退后了数步 他肯定如果自己不退后 宁城将会将他也卷进杀阵中 好汉不吃眼前亏 毛秀轩他也就不了了 只能等着帮他报仇 不过 宁城现在杀了毛秀轩 他有能力帮人家报仇吗 看见简炫明后退 宁城心里略为有些可惜 简炫明和毛秀轩两个人 如果同时上的话 他利用这里的困杀阵 完全可以干掉两人 现在简炫明退后 他也不能强行杀了对方 要控制吴根黑城 完全靠杀是绝对不行的 他必须杀鸡景侯 以最强大的手段 干掉毛秀轩 然后立威 至于放走毛秀轩 宁城根本就没有想过 他可不想做那个项羽 刘邦送到手中来了 都不杀 简炫明都被宁压制地 后退到了一边 其余的人 更是没有人说话 毛秀轩看见简炫明退缩了 一颗心完全沉到了最底 没有简炫明的帮忙 他拿什么和宁城 这种强人斗 人家是连续凯都杀了的 就算你是城主 你收集的那些东西 也要有证据才行 毛秀轩立声说道 谁都听得出来 他生力内人 已经在向宁城示弱了 宁城哪里会理睬这些 涅槃枪卷起一道又一道的枪纹 叠加了过去 这一刻还在一时大厅中的 其余修士 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 周围除了强大的 真元波动之外 根本就看不清楚 宁城和毛秀轩的战斗 站在这个大厅中的修士 都是暗暗心惊 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他们也只是听说 宁城的阵法水平强大 现在是真正的看见了 这白茫茫的一片 绝对是宁城在他们眼皮底下 用阵法割离了战斗现场 一想到他们就坐在宁城的杀阵当中 所有的人心里都生起一种 难以说清楚的含义 半天之前 他们还在商量着 如何干掉宁城 如果重新划分 无根黑城的利益 而半天之后 他们却只能站着 人家的阵法当中 看人家的威风 强大的真元波动 卷动着周围的空间 此时没有一个人 愿意做出让宁城不喜的举动 都选择了安静地站在右边脚 静静等候 毛秀轩知道 宁城绝对不会放过他后 再也没有了之前示弱的样子 双手伸出 射出一道又一道的丝线 这些丝线瞬息间 就在宁城面前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丝网 一阵阵的腥臭气息 从丝网中传来 宁城闻到这股腥臭 机遇作呕 宁城也没有想到 毛秀轩看起来 先锋倒鼓的样子 竟然是一个妖羞 而且修炼的 还是毒株丝 如果是普通的画顶一层修士 毛秀轩肯定自己 早就干掉对方了 而且也不会一出手 就是万千毒株丝 可对方是宁城 在吴根黑城风光无限的 新人宁城 杀过吴根黑城第一人的宁城 此时他一出手 就是绝招万千毒株丝 目的就是为了缠住宁城一时片刻 立即逃出去再说 只是 他依然小看了宁城的阵法 同时也小看宁城的甲狱 宁城本来不打算用甲狱 对付毛秀轩的 对毛秀轩来说 他只是区区一个画顶初期修士 他来说也是一样 毛秀轩也不过区区一个 洁生进一层而已 宁城立即就驱动了一个困阵 同时尽量控制周围的空间 哪怕他进击画顶之后 对玉依然是一只半解 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运用 可至少知道 怎么才能让自己的玉更为强大了 毛秀轩感觉到 自己的万千毒株丝 盾置起来的同时 他的身形也跟着盾置起来 不对 这是玉 毛秀轩明白这一点后 心里瞬间升起无尽的后悔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宁城可以干掉旭凯了 宁城竟然领悟了玉 就算是旭凯 估计也远远没有领悟 不行 绝对不能和有玉的人战斗 毛秀轩当然不知道 宁城杀掉旭凯和玉 没有半分关系 但现在 他心神已乱 甚至连营造好的万千毒株丝 都顾不上了 身形疯狂地在宁城的假玉中扭动 想要摆脱这种玉的束缚 可惜他的实力比起旭凯来 相差的根本就不是一两个档次 就算是宁城也有些无语 他看见万千毒株丝 还以为毛秀轩有多少厉害的后招 没想到 这就是他最厉害的东西了 宁城没有继续和毛秀轩啰嗦 涅槃枪轰然刺在了 那万千毒株丝的网上 强大的枪翼 让这毒株丝顺息开裂 毛秀轩嘴里发出 一阵阵磨牙的刺耳难听之声 不等他爆掉自己的万千毒株丝网 宁城的长枪 已经轰在了他的眉心之上 他眼睁睁地看着长枪过来 就是没有力量躲开 因为这周围的一切 似乎都不属于他 他只能等着被宁城诛杀 毛秀轩叹息了一声 他最后想的是 自己为什么要和 简穴明这种自私的人联手 在这一刻 他忘记了自己之前 想要利用银雷商会的事情 烹尘们的头颅 爆裂声音并不大 但却犹如重重的铁锤 轰在了这个议事大厅中 所有人的心上 阵法雾芒散去 众人眼前再次清晰起来 这才发现 宁城依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而毛秀轩的 被一杆长枪 钉在了墙壁之上 啪哒 啪哒 在他的头颅下面 物资有滴滴的血迹落下 在这寂静无比的意识大厅 这滴血的声音 就好像一个个的炸雷 第零四七神章 黑城新规则 各位 请就坐 宁城坐在座位上 笑着伸了伸手 其余的修饰也一一就做 但是气氛再也没有 刚来时候的那种随意和伶俐了 宁城在众人的眼前 最多只是四分之一 住香时间就干掉了毛秀轩 没有人不忌惮 在如此短的时间 就杀掉毛秀轩 连简血明也做不到 刚才的城主竞选当中 我得到了四票 本来简兄得票和我一样多 还有机会再竞争一下的 没想到夹心商会突然出了事情 简兄 你的意见呢 宁城笑盈盈地看着简血明 今天他本来就打算好了 要杀一个人立威的 在他看来 最好是杀掉简血明 没想到毛秀轩找死 简血明反而退出去了 让宁城心里有些遗憾 简血明语气平淡地说道 既然宁兄得票比我高 又已经住在城主府 那宁兄当人不让的 是吴根黑城的城主了 对 我也赞同宁兄接任 吴根黑城的城主 一名红发男子 毫不犹豫地大声说道 他是黑城炼气的善文红 刚才他力听简血明 现在转向宁城 就好像天经地义的一般 没有半分不好意思 我也赞同 对 我也赞同 仅仅是杀掉了一个毛秀轩 余下的再也没有一个 反对宁城接任 吴根黑城的城主之位 就连之前中立的 虚空冒险小队队长 赌家术 也赞同了宁城接任城主 事实上对这些人来说 宁城是不是任城主 他们真的不关心 他们关系的是 宁城接任城主后 要干些什么 宁城站起来 抱拳转了个圈 这才正色说道 既然各位都如此盛情 那我就接了这个重任 各位可能要说 担任城主是一个有油水 有轻松的事情 不过我不这么认为 我无跟黑城腐烂已久 无数历尽艰辛 闯过天路的修士 没有死在天路的空间 封刃之下 却无辜地 被无跟黑城的黑心 修士杀掉 宁城说到这里的时候 在场的人 除了散修联盟的朝济盟 没有一个人有表情 都是一副聆听的样子 也没有一个想说话 显然都准备装死 既然各位都没有 什么大的意见 那我就先宣布 几条无跟黑城的心律法 宁城并没有指望 真的有人和他一样 要重新为 无跟黑城树立秩序 在他看来 一个没有约束的城市 岂能好到什么地方去 宁城主请说 如果能够做到 我散修联盟 必定鼎力支持 朝济盟第一个 站出来附和 朝济盟短发骨 铜色的脸 身上全是在 虚空求活的沧桑 可见他支持宁城 不是因为怕死 也不是因为宁城的强悍 他组建散修联盟 本来就是为了帮助 那些无跟无底的散修 无跟黑城 不仅仅是名字黑 只有常年生活 在这里的修士 才知道有多艰难 朝济盟出身散修 更是能体会到这种艰难 随时随地被剥削不说 还可能随时到地被杀掉 如果不是为了 帮助一些散修 他朝济盟早就去宇宙星空了 可惜他没有能力 扭转这种局面 而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的 又不愿意浪费时间 在这种虚空黑城之上 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宁城 做的事情 也是为了扭转黑城的黑暗 他自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要支持宁城 我也支持宁城主 第二个站出来的是甘安然 随即黑城阵法联盟的 五英哲也站出来支持 五英哲是一个七级阵法宗师 只有他才知道宁城的可怕 宁城的阵法连他都捉摸不透 这种可怕的人 他是绝对不愿意与之为敌的 从宁城发出声音邀请的时候 他就一直不愿意和宁城作对 好 多谢几位了 宁城又抱了一下拳 这才继续说道 既然我已经是无根黑城的城主 第一件事 就是要肃清整个无根黑城的秩序 各位应该知道 我组建了一支修士军 这支修士军 也将是无根黑城唯一的一支修士军 绝对不会再出现第二支 众人心里暗想 果然 宁城组建了修士军后 不会再允许第二支修士军出来 从今以后 我将在无根黑城和接天时 颁布一部律法 无论是任何人 只要违反了律法 就必须按照律法裁办 第一 从今以后 接天时的所有的西战全部去掉 只留一家西战和一家兑换黑币的地方 价格和无根黑城一致 第二 无根黑城办理身份预牌 一律一千黑币 而且这个黑币将不会分配出去 全部作为无根黑城修士军的费用 第三 无论任何修士 任何商会 胆敢抢夺女修 抢劫新人财物 杀无赦 敢在无根黑城杀人 无论是哪个城区 都是杀无赦 在无根黑城建立决斗台 有仇的可以通过决斗台挑战 必须双方同意才可 第四 第五 以上还有未完善事宜 城主府将发布完整的律法手册 宁城将简略的律法内容 大致说出来的时候 整个会议大厅一阵沉默 好一会后 朝济蒙才拍桌起 大声叫道 好 他多年就想在无根黑城 建立一套律法秩序 可惜的是 他势单力薄 修为也仅仅是杰生进二层而已 在无根黑城中 他的这点实力 还不够别人填牙缝的 我不同意 如果将接天时 不允许开办西战 不允许兑换黑币 第一次进入无根黑城 办理身份预排的黑币 还有无根黑城中 修士每日交纳的黑币 都归成主府所有 我们这些商会怎么活下去 一名看起来很是温和的 长虚南修立即 反驳道 你是何人 凝成扫了一眼这个长虚南修 长虚南修不亢不卑地说道 本人裂峰虚空联盟的不原貌 在接天时有两家产业 在无根黑城 也有几家不错的产业 凝成点点头 那我问你 你裂峰虚空联盟的主要黑币来源 是否就是依靠心来修士赚取的 说完凝成直接盯着不原貌 如果不原貌敢说 裂峰虚空联盟的黑币 基本上都是新人赚取的 他会毫不犹豫地 将这个联盟也灭掉 一个主要通过新人赚取黑币的商会 手底下绝对全是血淋淋的 不原貌不屑地说道 我裂峰虚空联盟的黑币来源 主要是虚空船 虚空冒险 还有商会的一些交易 岂会是靠新人而得到 既然不是靠新人得到的 那我取消调接天使的西楼和商会 你为何要反对 宁成的语气冷立地问道 不原貌心里很是不爽 他知道 宁成杀掉毛秀轩 是为了立威 但是 每年新人来到接天时 给裂峰虚空联盟赚取的黑币 也是一个巨大的数额 如果缺了这一块 他裂峰虚空联盟 将会有很多人不满意 他能在裂峰虚空联盟成为老大 靠的 就是让自己手下的人满意 至于那些新人的性命 说实在的 能值几个钱 就是现在 他也认为 宁成杀毛秀轩 剿灭加薪商会 也只是一个立威的借口而已 他绝对不会相信 宁成如此高大上 要为普通的散修和新人寻找利益 宁成主 选你作为城主我没有意见 我也同意 不过 我裂峰虚空联盟要怎么做 是我裂峰虚空联盟的事情 还不需要宁成主操心 宁成主继续操劳吧 我要告辞了 说完 不原貌乎地站了起来 他准备离开了 宁成嘴角一出一丝不屑 来了鸿门宴 还想走吗 如果他实力到了洁生境 这人走就走了 现在他的实力还不足 让这个不原貌走掉 他除非白痴了 城主 加薪商会已经灭掉 从此后 再无根黑城 再无加薪商会 至于加薪商会的地盘 也都和银雷商会一般 风起来了 申子墨的声音 在不原貌站起来的同时传了过来 众人还可以感受到 他身上强大无比的杀意 不错 辛苦了 宁成刚刚说完这句 就听见不原貌平和地说道 宁成主 我现在要回裂风驻地 请打开阵法 不原貌也是站起来后 才发现 这里根本就没有出去的大门 如果他要出去 就必须强行轰破宁成的阵法才行 他虽然强大 也不敢在这里 轰开宁成的阵法 宁成根本就没有理会不原貌 他很清楚 今天杀掉一个毛秀轩 是绝对不够的 为了让无根黑城早点安稳下来 他必须要再干掉不原貌 而且他还不能亲手干掉不原貌 子墨 裂风虚空联盟的罪行 有没有调查清楚 宁成的这话一问出来 整个议事大厅 瞬间冰寒起来 之前宁成杀掉毛秀轩 还可以说是立威 如果再杀掉了不原貌 那可就不是立威了 而是要斩尽杀绝啊 宁成主 你想要怎么样 不原貌感觉到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了 他想不到 宁成真的如此胆大包天 杀了毛秀轩后 还敢对他动手 要知道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像毛秀轩一般 至少他表面上对宁成 还算是客气的 裂风虚空联盟 最近30年内 斩杀无辜新人修士198人 抢夺新人女修41人 谋夺无根黑城散修财物 218起 斩杀212人 深紫末的语气 带着浓烈的杀鸡 宁成扫了一眼寂静无比的会听 诞生说道 各位 无根黑城是我们大家的 我想有些事情 需要大家都出一些力气才行 裂风虚空联盟如此行径 我想要听听各位的意见 会场愈发沉寂下来 宁成这是要大家投名状啊 第零四七四章 立足 宁成 莫非你要一手遮天 各位 宁成来无根黑城才多久 就杀掉了续城主 灭掉了银雷伤会 又当我们的面杀了毛秀轩 灭嘉兴伤会 现在 他又要对我裂风虚空联盟动手 你们想想看 他对我动手后 还会放过你们吗 不原冒见宁成真的要干掉他 立即嘶声立即地叫了出来 会场还是一片沉寂 简雪明心里有些后悔 他不应该来宁成这里的 他以为这么多人过来 宁成又是 刚刚回到城主府 应该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没想到 宁成竟然如此大胆 不但布置好了阵法等待大家 还准备彻底地掌控无根黑城 这个时候 就算是简雪明 也没有站出来说话 看见会场 依然是一片沉寂 不原冒地心沉了下来 他想过这种情况 正因为知道这种情况 他才要急着离开这里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宁成如此坚决 根本就不让他离开 就在这时 散修联盟的朝济盟站了起来 同时抱拳转了一下说道 各位 我朝济盟组建散修联盟的目的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 磨过什么利益 正如宁成竹所说 每年死在无根黑城的无辜修士 实在是太多了 我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现在宁成竹站出来 要做这些事情 我第一个支持 我和不原貌没有恩怨 但裂锋虚空联盟做的事情 我很清楚 宁成竹不但没有冤枉裂锋联盟 甚至调查出来的 连一小半都不到 我们将来要离开无根黑城 我们还有朋友 还有同门来到无根黑城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了 朝济盟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寄出了自己的法宝 冷冷地盯着不原貌 之前在无根黑城 我或者赚取的更多一些 不过宁成竹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为了无根黑城 朝兄说得不错 我也有自己的同门 也有自己的朋友 将来我离开无根黑城的时候 我不希望我的这些朋友 来到无根黑城受辱 我同样支持宁成主 第二个站出来的是 天城商会的甘安然 朝济盟和甘安然站了出来 原本就支持和忌惮 宁成的黑城单会寄星 黑城阵法联盟五英哲 同时站了出来 紧接着 虚空冒险小队 和黑城练器也站出来 表示支持宁成的新规则 宁成没有在温元灭 星空船队的简血明 和虚空宗的驴秋康伯 而是转身对甘子墨说道 子墨 既然如此 你就带修士军 去一趟裂峰虚空联盟 嘉心商会是怎么消失的 裂峰虚空联盟 就会怎么消失 是 甘子墨很是干脆地回答了一个字 就迅速离开了会场 顾元貌的浑身冰寒 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妥协 那是必死无疑 就算是裂峰虚空联盟 即将被灭掉 他也顾不上别的了 就在他要开口的同时 宁城的两柄斧头已经祭出 带起两道斧线 披向了不元貌 本来他是不打算自己动手的 不过不元貌想要服软 这个时候 他岂能让这样一条毒蛇离开 看见宁城动手 曹继盟等人迅速动手 片刻时间 不元貌就被五六道法宝光芒围住 一直没有明确赞同宁城的驴秋康伯 更是直接祭出了法宝 轰向不元貌 同时说道 宁城主这种做法 是为整个无根黑城牟利的事情 岂能允许你裂风虚空联盟反对 不元貌知道 今天难以善了 但是让他束手就擒 那是绝无可能 在他祭出法宝的同时 周围的空间 瞬间充满了各种束缚 他心里犹如明镜一般 这是宁城发动的困阵 很想再叫简血明帮忙 可惜的是 此时他根本就无法看见简血明 宁城不但发动了困阵 还发动了别的阵法 所有攻击不元貌的修饰 此时心里也都是一领 他们可以清晰地感觉 到处在了阵法当中 这阵法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而他们看见阵法中的不元貌 就知道不元貌受到了极大的束缚 几名一直还在犹豫的心里 更是庆幸 如果之前他们拒绝了宁城的话 此时处在不元貌这种境况的 就绝对不只是不元貌一人 所有攻击不元貌的人 都可以看见对方 而他们其中 已经有人注意到 简血明不见了 周围除了法宝的轰击炫光和爆炸 他们根本就看不见简血明 原本还想浑水摸鱼的几人 在看不见简血明后 更是将浑水摸鱼的想法丢到了一边 手中的法宝 疯狂地往不元貌身上招呼 他们怕一旦有什么念头 下一个陨落在这里的 就是他们自己 简血明也寄出了法宝 他没有动手 在这同时 他还寄出了一枚 黑漆黑无比的雷珠 他想要趁机用雷珠 轰开宁城的阵法 然后立即离开 很快简血明就明白他错了 宁城没有对不元貌动手 而是时时刻刻地在盯着他 简血明来不及多想 暴雷珠丢了出去 同一时间 他就发现几枚镇齐 跟着他的暴雷珠一起落下 随即那几枚镇齐 幻化成为一道道气影 将他的暴雷珠完全裹住 不好 简血明刚刚想到这里 数十柄斧头画成了茫茫的浮影 将它裹住 剧烈的爆炸声音 在城主府的议事大厅乍响 各种法宝的光芒 也在这里肆意 不过没有一个人来这里多管闲事 也没有一个人来这里询问 不元貌就算是再厉害 他一个人对付七八个人 也是力不从心 再加上凝成的阵法帮忙 哪怕是攻击他的修士 没有出全力 仅仅半炙香时间 他依然毫无例外地 被树道光芒穿过 当场陨落 不元貌陨落的同时 周围的空间清晰了起来 显然阵法被凝成去掉 此时众人才发现 这里少掉的人 不仅仅是不元貌一个 还有一个简血明 没有人说话 简血明的修为 是杰生静后期 他消失不见 肯定不是凝成放走他的 而是在刚才打斗中 凝成趁机用阵法 干掉了简血明 凝成就好像没事一般 抱了抱拳说道 今天大家一起出手 为我无根黑城 走出了第一步 我城主府很快就会颁布 无根黑城的律法和商业法规 也请各位大力支持 这个时候 是没有一个人 会站出来唱反调的 所有的人 都在赞同凝成的话 凝成的手段 不但很利 而且还有效 除非脑子有问题 还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站出来反对 凝成继续说道 圆灭星空船队的一些产业 还希望各位去帮忙处理一下 凝成这句话一说出来 会场中所有的人 心里都是被轰了一下 大家都明白了 刚才他们在杀布原貌的同时 凝成已经干到了简血明 这是什么手段 要他们去帮忙处理 简血明的圆灭星空船队产业 这个给点甜头 给大家尝尝 凝成主的说法和做法 我是第一个同意 绝对不会有半分意义 第一个站出来 说话的是丹文红 其余的人都有些鄙视这个家伙 这家伙原来是简血明的铁杆支持者 现在支持起凝成来 比伞修联盟的潮济盟更为积极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 好 凝成拍了一下手 拿出一张皮卷来说道 这里是本次会议商讨的结果 以及即将颁布 无根黑城律法的表决书 各位都在这里签名吧 凝成的律法 还没有完全公布出来 就要别人在这里签名 这种强势的行径 没有人反对 纷纷上前签名 无论出发点是好还是坏 实力都是最赤裸裸的 没有实力 一切都谈不上 凝成的实力 这里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无根黑城错综复杂的事例 在凝成一个鸿门宴下 简简单单的就理顺了 有人心里不满 却也无可奈何 也不是所有的人心里都不满意 至少无根黑城 有了统一的律法出来 这比之前一盘散沙 要好得多了 无根黑城新城主凝成 联合天城商会 散修联盟 虚空冒险小队 虚空宗 黑城单会 黑城镇法联盟 黑城炼器等势力 联合发布了无根黑城新的律法 同时禁绝了无根黑城乱杀无辜 欺凌新人散修 霸占女修等一切罪行 一旦有犯 将和裂风虚空联盟 迎雷商会 加薪商会 圆灭星空船队 这几大势力一样 被斩尽杀绝 一时间 整个无根黑城 和接天石面貌大变 再也看不见 修士任意欺凌弱小 看不见任意抢夺 来到接天石新人的行径 就算是有天大仇恨 也必须要等离开无根黑城后解决 接天石还是有一些虚空船在来往 价格不再是五万黑币 而是一万到三万 接天石兑换黑币 也和无根黑城靠其 一个新人修士 一旦来到接天石 最多只要三百万灵石 就可以平安到达无根黑城 一般能够穿过天路 到达接天石的修士 拿不出几百万灵石的 绝对是少之又少 无根黑城几大城区的守卫 完全换成了城主府的修士军 再也没有护卫盲区 同时居住在更好的地方 交纳的税费将更多一些 这些税费完全用于修士军 和无根黑城的守护 以及运转 尽管这个新律法 触动了部分人的利益 同样得到了更大部分修士的拥护 几乎九成以上修士 都对城主府颁布的新律法 中心拥护 随着修士军的日益完善 修士军中的人 都换成拥护宁城的修士 宁城在无根黑城的地位 达到了无人可汗的地步 第零四七五章 黑城危机 宁城以雷霆手段 将无根黑城控制后 就将无根黑城 交给蓝文斌和身子莫几人管理了 他从旭凯的身上得到了金石 现在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 利用这些金石提升自己的修为 至于虚空暴金风亡卵 已被宁城用玉和封镜起来 他根本就不懂任何培育 虚空暴金风的知识 在旭亮智的戒指里面 也没有得到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尽管他很想让虚空暴金风认主 却也是无可奈何 而且 宁城对虚空暴金风的蜂王卵 很是小心 毕竟这蜂王卵还没有破壳 也没有认他为主 万一他不小心 让这种蜂王卵气蜥蜴出去了 后果可不妙 当初去蓝元石矿的一百多名修士 除了他回来之外 再没有第二个人回来 这让宁城暂时打消了 去寻找蓝元石矿的想法 就算他要去 也要等他的修为再高一些 没有修炼资源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现在有修炼资源 他当然选择和洛飞两人闭关 宁城闭关后 乌根黑城彻底地安稳了下来 修士间如果不为了法宝和宝物去争夺 吉少有为了一起之争去拼斗的 相对来说 这比普通繁俗城市管理起来 更为简单一些 现在在乌根黑城 有严厉的律法和修士军做后盾 顶峰作案的修士是凤毛麟角 就算是有个别这样的人 也在第一时间 被乌根黑城城主府的护卫干掉了 至于其余几家势力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也发现少了盘剥新人修士的这一个环节 他们的收入似乎并没有减少 相反来说 在这种环境下做事情更为顺畅一些 五年后 宁城再次用掉了八枚金石 就是零石也用掉了十多亿 唯一剩下的一枚金石 是宁城留给纪洛飞的 他怕纪洛飞进击出现问题 这才留下一枚金石 至于戒指中的灵草 全部被他变成丹药 炼丹水平倒是提升为了八级地丹宗师 而他的修为也仅仅是提升到画顶七层而已 和宁城相比 让他担心的纪洛飞 却已经是画顶八层修为了 留在城主府闭关的一竹竹 在宁城大量的丹药和零石下 仅仅花了五年时间 就成为了一个素神镜初期修士 资质简直逆天的无法形容 当初被宁城救出来时候的 那瘦的只有一层皮的女孩 如今已经是一个亭亭玉丽的少女 和纪洛飞站在一起 几乎是一样高了 清秀无比的面容 虽然无法和纪洛飞相比 却也有一种独特的内敛气质 只是他极少离开城主府 大部分时间除了闭关之外 就是在宁城和纪洛飞偶尔出关的时候 询问纪洛飞和宁城一些修炼上的问题 当年的事情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 这种伤害似乎还隐约存在 除了宁城和纪洛飞外 一竹竹从不和第三个人说话 宁城在到了画顶七层后 就停止了闭关 他算了一下 距离外星空中的虚空船来这里 还有两年时间 两年后 他必定会带着纪洛飞和一竹竹离开 他听说 虚空船从无跟黑城离开 倒有星空的星球世界 需要在虚空中飞行许多年 之所以现在出去 他是想要在虚空中适应一段时间 万一虚空船在虚空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也有一个准备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宁城闯荡修真戒这么多年来 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城竹府最深处的距离阵洞府中 纪洛飞一声轻笑站起 突破到画顶九层了 这让他欣喜不已 宁城离开无跟黑城才半年时间 他就再次进击 说不定等宁城回来的时候 他都快要画顶圆满了 洛飞姐姐 你又突破了吗 一竹竹同样欣喜的声音传来 显然他在外面等了有一会时间了 纪洛飞走了出来 拉着一竹竹的手揉声说道 你等我好久了吧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嗯 我看见姐姐这边灵气波动的厉害 我就知道姐姐要突破了 所以我过来看看 还想 还想要姐姐陪我出去 狂狂 一竹竹说完 显得有些扭捏 纪洛飞笑道 我正好也想出去买点东西 还有一年多 我们就要离开无跟黑城了 有些东西也要准备一下 听说虚空船在虚空中 要飞行很久呢 一竹竹刚想说话 就看见一道淡红色的飞舰 落在了纪洛飞的手中 纪洛飞抓过飞舰扫了一眼 立即脸露金蓉 随即说道 竹竹 无跟黑城出事情了 赶紧跟我出去一下 纪洛飞和一竹竹 来到城主府大殿的时候 申子墨已经是焦急无比地 在大殿中转来转去 留在大殿中的其余几人 也都是一脸焦急 申直是 虚空妖兽入侵的事情 你慢慢说出来 不用着急 纪洛飞到了大殿后 反而平静下来 宁城是无跟黑城的城主 一般的情况下 无跟黑城的事情 也不用宁城操心 申子墨和蓝文兵 还有新加入无跟黑城的甘安然 朝济蒙几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甘安然和朝济蒙都不在 只有申子墨在这里焦急地等他 申子墨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很镇定的 今天如此焦急不安 可见事情 还不一定只是飞舰上说的妖兽入侵 纪师姐 今天无跟黑城外面 突然来了一艘虚空战舰 这艘虚空战舰 无视无跟黑城的近空禁止 就要强行冲进无跟黑城 结果 被我无跟黑城的修士军拦住 没想到这艘战舰战斗能力惊人 仅仅半住香时间 就杀了我无跟黑城上百名画顶护卫 申子墨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连几落飞也忍不住震惊出声 自从宁城重新颁布无跟黑城的律法以来 无跟黑城就从未一次死伤超过十人的 如今一次死了上百修士 显然死伤还在增加 这简直太可怕了些 申子墨将这些说出来后 也冷静了不少 纪师姐 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在我们无跟黑城 利用阵法挡住这艘虚空战舰的同时 无跟黑城之外 来了无数密密麻麻的虚空暴金风 这些虚空暴金风 应该是追杀那个虚空战舰来的 那虚空战舰想要冲进无跟黑城 结果这些虚空暴金风 也都开始攻击无跟黑城的阵法 纪洛飞听到这里 心里愈发沉了下去 虚空暴金风的厉害 她太清楚了 当初她和宁城一起去埋伏旭亮志 结果就遇见了续亮志等人 被虚空暴金风围住 就算是到今天 当初被虚空暴金风围住的修士 也一个都没有回来 至于那艘虚空船 同样没有了消息 宁城身上 就有一枚虚空暴金风的风亡卵 这种东西围城 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那虚空战舰呢 吉洛飞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虚空战舰 被阵法联盟的五音哲会主 暂时用阵法困住 一时间正脱不出来 只是那些虚空暴金风 实在是太可怕了 后果将不堪设想 申子墨眼里的担忧 一览无余 在他看来 如果这些虚空暴金风 冲进五根黑城 五根黑城将成为一个蜂窝 而五根黑城原来的修士 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吉洛飞很想要宁城回来 可是他一想到宁城回来 立即就要面对 无数的虚空暴金风 心里也是颤抖不已 我已经传信给宁城主了 城主现在应该收到了我的信息 申子墨却没有 吉洛飞这种想法 在无数虚空暴金风 攻击无根黑城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给宁城传信了 吉洛飞叹息一声 既然如此 我们先去无根黑城的城墙处 看看吧 申子墨点点头 立即招呼了上百的护卫 跟随着吉洛飞 迅速前往无根黑城的城墙 无根黑城 不是没有被虚空妖兽袭击过 这种事情 就是在申子墨的记忆当中 就发生了好几次 可是 无论哪一次虚空妖兽袭击 无根黑城 都没有这一次来的可怕 吉洛飞来到无根黑城的城墙边 才知道事情可怕到什么程度 当初他听明城说过 一百多的虚空暴金风 就将上百名修士围杀了 而这里他看见的虚空暴金风 根本就数不清 只能看见无根黑城的外面 到处都是虚空暴金风 成千上万 兴杀气息 就算是隔着阵法 也清晰可闻 同样有无数的修士 在无根黑城上 利用阵法 不断地攻击那些虚空暴金风 阵法联盟的五英哲 更是带领一群懂阵法的阵法师 不停地维护 无根黑城的护城阵法 甘安然和朝济盟 独家树等人 带领着一些修士军 或者是带着修士 虚空站在无根黑城的城池上方 不断出手 阻拦着数也数不清的虚空暴金风 洛飞师妹 这次可能很难抵挡住 这些暴金虚空风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还拼了命地攻击无根黑城 也不知道这些暴金风 吃错了什么药 甘安然看见继洛飞过来 连忙走过来招呼 如果不是宁城主 重新布置了无根黑城的护城阵法 说不定无根黑城都坚持不住了 五英哲脸色凝重地说道 宁城不在无根黑城 无根黑城的护城阵法 完全依靠他带人护住 第零四七六章 可怕的暴金风 宁城正在当初 续亮智等人 找到的蓝元石矿附近 他修为已经是画顶七层 又有天云双印 在虚空中历练了几个月后 还是舍不得这些蓝元石矿 这才过来看看 他一到这里 就知道蓝元石矿被人挖走了大半 那蓝色的光运 比起之前来要少得太多了 而当初那些可怕的虚空暴金风 也消失不见 尽管蓝元石矿少了许多 宁城心里还是很满意的 至少这里还有部分矿石 蓝元石矿比黑元石价格要高出百倍 他只要弄到价值一千万的蓝币矿石 就能换到十个亿的黑币 宁城还没有想好应该通过什么办法 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这里的矿石全部挖走 他的通讯珠就突兀传来一道讯息 看完这道讯息 宁城心里顿时大吉 申子墨给他传来的讯息中说 无根黑城被无穷无尽的虚空暴金风围住 这个消息让宁城再也没有半分心思挖蓝元石矿 虚空暴金风的厉害他亲眼看见过 这种风一旦无穷无尽 就算是无根黑城再多的画顶修饰 也会被这种暴金风攻破 至于他布置下来的那些护城阵法 时间稍长一些 绝对挡不住暴金风 必须要尽快回到无根黑城 绝对不能让洛飞和竹竹陷入危险当中 就算是无根黑城有修饰军 一旦护城阵法被轰破 那些修饰军也顾不上洛飞和竹竹 哪怕宁城画顶七层即将圆满 如果依靠他自己的天云双翼 从蓝元石矿附近回到无根黑城 也要大半个月时间 如果遇见了陨石流 或者是中途出现一些波折 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 对宁城来说 他想要尽快回到无根黑城 除了用旭凯的传送阵旗 毫无选择的余地 如果在普通时候 宁城绝对不会用旭凯留下的传送阵旗 旭凯的传送阵旗 在虚空中传送 非常容易被虚空错位和虚空塌陷卷走 在传送的过程中 一旦卷进这种虚空错位 或者是虚空塌陷中 那是九死一生啊 可惜的是 宁城现在根本就没有选择 事实上宁城也根本没有多考虑 得知暴金风围城 他早就取出了传送阵旗 从这里传送到无根黑城 就算是用最快的传送方法 也需要大半天时间 这期间 他要找到旭凯布置传送阵的一些虚空岛 然后沿着这些虚空岛 一个一个地传送回去 无根黑城 最外围的阵法 已经发出了一声咔嚓碎响 不要说 五英哲仅仅是一个七级阵法宗师 身边能帮忙的阵法宗师 也没有几个 就算是宁城自己在这里 面对如此多密密麻麻的虚空暴金风 他也抵挡不住 外围阵法一开裂 上千名修士被无穷无尽的风潮卷住 十数个呼吸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面对这种可怕的情景 还在无根黑城城头 抵抗暴金风的修士 都是面如死灰 一旦无根黑城的内户阵也破碎掉 那无根黑城这么多修士 将再无半点生机 最后 能逃走个别修士 也绝对不会太多 被这种虚空暴金风潮席卷 整个无根黑城也不会存在 无穷无尽的暴金风吸器 和无数尾针爆炸的金芒 连绵不断地轰在无根黑城的内户阵上 这内户阵更是犹如寒风中的残河 摇摆不停 随时随地都会破碎掉 所有的人此时都在疯狂地攻击 虚空暴金风和维护阵法 只是虚空暴金风实在是太多了 不但如此 虚空暴金风的防御能力也是强悍无比 划顶后期的修士 要杀掉一只暴金风 也必须连续竖击 同时要击中虚空暴金风的要害 在这种落差之下 无根黑城的修士 斗志也是越来越弱 更多的修士此时想的是 等虚空暴金风轰破无根黑城的时候 应该怎么逃走 就连继落飞也准备好了 随时带着一竹竹冲进虚空中 咔嚓 无根黑城的内户阵又发出一声咔响 随即无根黑城内户阵中 出现了一道可怕裂纹 就连一直冲在最前面的朝济盟 也立声叫道 大家注意 一旦内户阵被轰破 大家突围的时候 记得四面而逃 不要集中在一个方向 一种死亡的情绪蔓延开来 如果有机会突围 早就有众多修士冲出去了 面对将无根黑城 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暴金风 这个时候突围 那是找死 所有的人都在等着 无根黑城被轰破的这一瞬间 一旦轰破 寻找那一丝机会逃走 凝成赶到无根黑城之外 看见无穷无尽的虚空暴金风 浑身发冷 无根黑城的外户阵 早已被虚空暴金风轰破 就算是内户阵 也是岌岌可危 他的神识扫到了一脸焦急的纪洛飞 还有站在纪洛飞身边的一竹竹 心里稍微安稳了一些 无根黑城的阵法 都是宁城重新布置的 这些阵法 就算是不被虚空暴金风攻破 他的神识也是畅通无阻 现在黑城外户阵 被虚空暴金风攻破了 他的神识更是一目了然 他看见了 在黑城内户阵 和外户阵的中间 有一艘巨大的黑色战舰 这艘战舰被阵气裹住 这阵骑宁城一看就知道 是五英哲布置的 但是以宁城的阵法水平 他同样看出来了 这黑色的战舰 之所以没有受到 虚空暴金风的继续攻击 不是五英哲布置的禁锢阵旗 而是这艘虚空战舰 有一套隐秘气息的阵盘 这个阵盘比五英哲布置的阵旗 要强大多了 这无穷无尽的虚空暴金风 无视了眼前的黑色战舰 宁城知道这肯定不正常 按照申子墨给他的讯息中说 这些虚空暴金风 就是这艘战舰带来的 而这艘战舰 竟然被顶级阵盘引溺住 没有暴金风攻击 所有的暴金风 都在攻击无根黑城 这怎么可能正常 宁城没有留守 一道红色的火焰刚刚射出 正在围攻无根黑城的 虚空暴金风 立即就觉察到了 只是宁城来得突然 爆裂声中 这一道火焰 瞬息间将这密密麻麻的暴金风 烧出一条空隙出来 宁城趁着这个机会 挥动天云双翼 从空隙中冲了进去 很快就来到了无根黑城的城头 尽管他的星河火焰 强悍无比 他又是半模拟 近火神通师 斩出这条火线 但是杀灭的暴金风 并不是很多 至少相比起 这无穷无尽 密密麻麻的 虚空暴金风来说 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 冲到无根黑城城头的 宁城喘了口气 他知道 想要凭借星河 干掉这密密麻麻的 虚空暴金风 那是绝对不可能了 刚才他仅仅是 模拟出近火神通 打出一条通路 真元和神石 也消耗得太过厉害 如果持续施展这种神通 不等虚空暴金风杀完 他自己就躺下了 城主回来了 城主 宁城落在了城头 立即就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 宁城回来 也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宁城的回来 让心浮气躁的 无根黑城修饰 安稳了许多 纪洛飞赶紧带着 一竹竹来到宁城身边 心里也松了口气 城主 我们现在怎么办 申子墨也赶了过来 宁城看见其余人都要过来 连忙朗生说道 大家不要惊慌 全力挡住暴金风 只要再坚持半个时辰 我就有办法解决问题 原本都在和虚空暴金风 拼斗的修饰 听了宁城的话后 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 抵抗暴金风的效果 也好了许多 毕竟宁城能从城外冲进来 如果他要冲出去逃走 这些虚空暴金风 应该是拦不住他的 既然宁城留在这里 说不定还真的有办法 宁城帮助五英 五英哲丢出数十枚阵棋 将那护震裂开的阵法 修补了大半后 这才说道 我去找一样东西 等我找到这样东西 就行了 老公 纪洛飞担心地叫道 宁城拍了拍几洛飞的手 洛飞 不用担心 我找到对付这些 虚空暴金风的办法了 等会我将这些暴金风引走 让五英哲赶紧带人修补阵法 我和你一起 纪洛飞连忙说道 宁城明白纪洛飞的意思 纪洛飞是想带着一竹竹进入小世界 她摇了摇头 我的小世界等级太低 在虚空中并不稳定 一旦遇见空间塌陷 或者是空间挤压 我的小世界很有可能崩溃 所以 你和竹竹都不能去 只要我引走暴金风 五根黑城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也不用担心我 我有能力走掉 纪洛飞很清楚宁城说的意思 宁城的小世界 在虚空中稳定性确实是太低 如果不带生命的话 还可以当一个戒指使用 一旦带着生命 小世界的空间规则将更是不稳 很多时候 都需要宁城奋出心神 来护住小世界 好 我和竹竹在这里等你 纪洛飞终于点了点头 她同意了宁城的话 子墨 我不在乌根黑城 这次修士军损失很大 我引走暴金风的时候 你一定要带人稳住乌根黑城 如果有人趁乱摸鱼 杀无赦 宁城再次叮嘱了一番 站在一边后面的深子墨 事实上不用宁城这样说 所有的修士心理 对宁城这个城主 也都是忌惮无比了 这么多暴金风围住乌根黑城 可以说在乌根黑城中 没有一个人能有本事冲出去 而宁城毫发无损地冲进来的不说 还杀灭了一堆暴金风 第零四七七章 你会后悔的 宁城说完这些后 并没有冲出乌根黑城 而是冲进了城中 虚空暴金风围城以来 乌根黑城几乎是所有的修士 都来到了城头 抵抗暴金风 宁城冲进城中后 竟然遇不见一个人 如果不是城墙上空 还有无数的修士 在抵抗暴金风 处在这种寂静无比的地方 说不定还以为这是一个死城 伴住乡后 宁城来到了一条 很是偏僻的小街道 一个黑影看见宁城过来 惊慌之下 突然跃起 这个黑影带起了一道 若有若无的影子 从宁城的面前划过 宁城的甲狱展开 同时竖道浮影轰了出去 处在宁城的甲狱中 这犹如闪电一般的黑影 瞬间慢了下来 宁城可以清晰地看见 这个黑影是一头 比家养猫大不了多少的东西 浑身漆黑 皮毛光滑的 犹如一面镜子 这显然是一头 极为迅敏的妖兽 妖兽的头上 还有一只独角 妖兽被宁城的甲狱束缚住 顿时惊慌不已 更是疯狂地扭动 只是不等这妖兽 挣脱出宁城的甲狱 宁城的十二道浮影 已经劈了过来 这十二道浮影 划成了三条浮影 将这独角妖兽完全封住 噗 这一声 一道血线喷出 这只妖兽在宁城的甲狱中 紧紧扭动了树下 就被宁城的太须真魔斧 轰成两半 啪哒 一声 跌落在地 宁城没有管制之被他杀掉的妖兽 而是从这妖兽的爪子中 拿出一枚纳武符 纳武符很快就被宁城破开 露出一个篮球大小的灰白色巨卵来 宁城淤了口气 果然是这一枚蜂王卵 他还在无根黑城之外的时候 神石就扫到无根黑城中 有熟悉的暴金蜂蜂王卵气息 之所以熟悉 是因为这枚蜂王卵他见过 现在将这个不知名妖兽干掉后 得到的这枚蜂王卵 果然是当初他遇见的 那两枚蜂王卵中的一枚 数年前在那有来源实况的山脉中 他看见了两枚暴金蜂蜂王卵 当时他只抢走了其中一枚蜂王卵 因为他不是很贪心 仅仅抢走了一枚 虚空暴金蜂并没有追着找他算账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另外一枚蜂王卵不但没有孵化出来 反而被一个小小的妖兽 偷到无根黑城来了 对虚空暴金蜂来说 唯一的一枚蜂王卵在无根黑城里面 虚空暴金蜂不疯狂地攻击无根黑城 才是奇怪了 宁城明白这枚蜂王卵 绝对不是刚才被他杀掉的妖兽 自己带进来的 肯定是外面那个虚空战舰干的事情 这只妖兽也是奉命而来 特意将这枚蜂王卵带到无根黑城 吸引暴金蜂和无根黑城的修饰火并 至于那虚空战舰中的修饰 为什么要这样做 宁城现在还不明白 不过那家伙应该是没有想到 这枚蜂王卵他见过 所以一到无根黑城之外 就感受到了蜂王卵气息 在宁城将蜂王卵取出来的瞬间 城外虚空暴金蜂对无根黑城攻击得更是猛烈 好在宁城在最短的时间内 封住了蜂王卵的气息 然后迅速冲出了无根黑城 宁城冲出无根黑城的速度很快 除了极少数的修饰看见外 大部分修饰甚至没有感觉到 刚一冲出无根黑城 无穷无尽的暴金蜂再次围了上来 宁城又是一个改化版的近火神通 一道火线喷出 一条通道直接通往了 那被阵齐风映住的虚空战舰 天云霜一挥动下 宁城呼吸间就来到了战舰的旁边 与此同时 他的涅槃枪也轰在了隐秘黑色虚空战舰的阵盘之上 咔嚓一声 这个顶级隐秘阵盘在宁城的权力所为下 瞬间化成了碎渣 一个巨大的黑色战舰出现在宁城的眼前 这个黑色虚空战舰门还是虚掩着的 宁城闪身就进了战舰虚掩着的门 这个门应该不是为他留的 而是为那个被他斩杀的妖兽留下来的 一名红衣青年正浑身血迹地坐在战舰地面上 显然是在疗伤 他伤势极为严重 一个巨大无比的血洞从他的胸口穿过 让他的气息微米不堪 你是谁 这名红衣青年看见宁城冲进战舰 立即凌厉地盯着宁城问道 他身上的杀气在聚集 可是他的伤势实在是太重了 就算是他想要对宁城动手 也有些力不从心 宁城没有任何废话 手中的涅槃枪轰出 直接刺向了这名红衣男子的眉心 这男子是谁 他根本就不会关心 这家伙既然敢引动虚空暴金风 灭掉无根黑城 对宁城来说 此人是敌妃有 没有必要客气 助手 这红衣青年怒声叫道 那种表情就好像一只蚂蚁 要咬大象一般 宁城如此修为 竟然也敢对他动手 宁城起会助手 涅槃枪的枪翼 更是爆发到了极点 碰 让宁城震惊无比的是 如此强大的枪翼 全力对一名重伤的青年出手 枪头竟然被这青年的手抓住了 可以肯定 如果这个青年不是重伤了 他在这个红衣青年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扑 这红衣青年抓住枪头的同时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来 他的修为比宁城强大了何止一倍 可惜的是他的伤势 同样可怕到了极点 否则的话 这些虚空暴金风 想要拦住他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宁城要伤害他 更是不可能 正因为如此重的伤势 他抓住了宁城涅槃枪的同时 也是伤上加伤 当场喷出鲜血 宁城心里狂震 手底下更是不敢怠慢 三十六柄斧头全部轰出去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强大的对手 苍卫虽然厉害 毕竟苍卫和他是朋友 而这个红衣青年和他 绝对是敌妃友 嗡嗡嗡 一阵阵的浮影 在战舰的舱内纵横 这些浮影瞬间组成了一个腐杀困阵 将这名红衣青年困住 红衣青年再次狂喷出树口鲜血 再也抓不住宁城的涅槃枪 他的手微微一松 宁城的涅槃枪 在他眼前转了一个半壶 又一次的卷洞杀意轰了下去 啊 红衣青年爆发出一阵阵撕裂的狂叫 呼得站起 一拳轰在了宁城的涅槃枪枪头上 那无穷无尽的枪翼 在这名红衣青年的拳下 似乎毫无效果 强大的真元反噬力量传来 宁城手中的长枪 直接被轰得飞了出去 撞击在虚空战舰的舱顶 发出一声巨大的哐当声音 宁城同样被轰得飞了出去 撞在战舰的剑壁上 吐出漱口鲜血 看起来 宁城好像是被战舰的剑壁撞伤的 只有宁城自己知道 他是被对方恐怖的真元力量轰伤的 否则以他六级亡曲 无论如何 也不会被撞一下就吐血 尽管红衣青年将宁城击伤 他的伤势实在是太可怕了 36道太虚真魔斧组成的腐杀阵 逆急地轰在了他的身上 扑扑 又是树到鲜血喷出 红衣青年终于再一次摊坐在了地上 他的半边肩膀被宁城的太虚真魔斧批出一道极深的血槽 以宁城太虚真魔斧的品质 加上宁城如此强大的服役 竟然没有将他的半边肩膀批开 可见此人的修为比宁城高明了不知道几个等级 宁城连嘴边的血迹都来不及擦去 一仰手 涅槃枪再次来到了他的手上 下一刻 他更为疯狂地扑向了这名红衣青年 扑又是一声枪入血肉的响声 这名摊坐在地的红衣青年终于无法继续动手 涅槃枪刺入了他的眉心 破坏了他的尸海 就算是这样 涅槃枪依然无法将他的头颅完全炸开 红衣青年缓缓地抬起手 扶住了刺入他眉心的涅槃枪 冰寒地盯着宁城一字一句说道 你会后悔的 说完这几个字后 这名红衣青年终于坚持不住 倒在了地上 第零四七八章 引走暴金风 砰 直到此时 才有一头虚空暴金风 冲进了这艘虚空战舰 可见 刚才宁城和这红衣青年战斗的时间 是多么短 面对突然冲进虚空战舰的暴金风 宁城就算是要后悔 现在也来不及 更何况 面对一个利用暴金风图成的家伙 杀掉对方 他绝对不会去后悔 暴金风冲进来的瞬间 宁城就祭出了无极青雷城 他连涅槃枪都来不及拔出 三十六兵斧头 全部劈在了这头虚空暴金风上 砰砰砰 接连数声乍响 暴金风自爆的伪针炸裂开来 金芒全部轰在无极青雷城上 并没有对宁城造成任何伤害 宁城有无极青雷城挡住 暴金风防御能力虽强 却还无法挡住宁城的三十六柄小斧 强大的斧役杀芒 直接将这只暴金风的脑袋给劈了下来 杀掉这头暴金风之后 宁城不等下一个暴金风冲进来 一步就来到战舰的控制台上 一拉战舰的闭合按钮 咔嚓一声 战舰的门在最短的时间关了起来 几只刚刚冲到的暴金风嘴气 轰在战舰的外面 将战舰轰得一阵阵晃动 宁城不敢有片刻耽搁 他冲到了战舰的控制台上 他看得出来 这艘战舰在性能上 比他的五星战舰罗兰高级 但并不是智能的 战舰罗兰可以自己控制 甚至没有控制台 而这艘战舰却有控制台 宁城也有些怀疑 他没有找到智能控制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智能控制的地方 也需要认住 在战舰被一群暴金风掀翻的时候 宁城终于找到了控制台上的起飞按钮 宁城很容易就将这艘战舰驱动起来 战舰一驱动起来 还没有拥过来的虚空暴金风 立即就发现了 尽管如此 那些暴金风并没有蜂拥过来 宁城毫不犹豫地 将那枚虚空暴金风的风亡卵取出 不但不用任何禁止锁住气息 而且还特意将气息散移出去 此时无根黑城的内户阵 已经裂开了无数的裂纹 所有在守护无根黑城的修饰都开始绝望了 而在这个时候 无穷无尽的暴金风竟然停止了攻击 不等所有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些暴金风全部蜂拥着 冲向了那艘黑色的虚空战舰 那艘黑色的虚空战舰盘旋了起来 在无根黑城上空 歪歪扭扭地摇晃了半天 无论战舰是否还在继续摇晃 至少没有暴金风继续攻击无根黑城了 所有的虚空暴金风 在宁城取出暴金风往晚之后 全部追着那黑色的虚空战舰疯狂一般涌了过去 站在无根黑城城头的修饰 在这一刻似乎都忘记了暴金风的厉害 全部愣愣地看着这艘黑色的虚空战舰 直到申子墨想起了叶末的话 大声叫道 宁城主引走了暴金风 武会主赶紧带人修补阵法 对对 武英哲和周围的人反应过来 赶紧修复那被暴金风攻击的千疮百孔的护城阵法 更多的修饰都是担忧地看着 还在无根黑城上空 摇摇晃晃的黑色战舰 他们不知道这黑色战舰为什么不远逃 只是在无根黑城环绕 纪罗飞心里更是焦急不已 他很清楚 宁城在虚空战舰当中 宁城不是不逃 他实在是不会开虚空战舰 眼看虚空战舰发出一阵阵磨牙的刺耳声音 宁城知道 如果他还不能迅速离开这里 虚空战舰就会被轰得散架 又过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砰 一道白线从虚空战舰后面喷出 虚空战舰终于不再继续绕着无根黑城摇晃 而是直接冲向了无尽的虚空 那无穷无尽的虚空暴金风 看见虚空战舰离开 迅速地追了上去 仅仅半炙箱 无根黑城外面再也没有半只虚空暴金风 如果不是破碎的阵法 还有阵法中一些残破的暴金风尸体 没有人会相信 这里在半炙箱之前 还被无穷无尽的虚空暴金风围攻 一种死后众生的喜悦涌上心头 众人甚至都不敢相信 这些虚空暴金风突然走掉了 有些修士开始犹豫着 是不是要离开无根黑城 免得将来再次被虚空暴金风围住走不掉 身子莫非身来到了无根黑城的城头 大声说道 各位无根黑城的道友 我们的宁城主刚刚回来了 刚才那无穷无尽的暴金风 现在已被宁城主引走 没有宁城主引走暴金风 我们现在已经是暴金风嘴下的亡魂 宁城主用自己救了我们一个城 宁城主 宁城主永恒 一些不明白虚空暴金风怎么走掉的修士 在短短时间内都明白了怎么回事 哪怕再冷血地修士 在这一刻也是感激不已 纷纷欢呼 只有纪罗飞和一竹竹很是担忧 那密密麻麻的虚空暴金风 宁城能躲得过去吗 身子莫见状 赶紧再次大声说道 宁城主走之前就对我说 无根黑城是我们大家的 现在暴金风虽然走了 蓝宝以后没有别的虚空妖兽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 将护城大阵组建起来 这一刻 身子莫说任何话 也都是一呼百应 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说半个不字 相对于无根黑城的轻松 宁城却是很吃力 三天后 他终于明白了 那个红衣青年 为什么要躲在暴金风群里面疗伤了 他之前只是启动了 虚空战舰的能量按钮 直到刚才 他才找到这个虚空战舰的能量 指示标识 在这个能量指示标识中 宁城看见了不多的能量 按照虚空战舰现在的消耗程度 最多还有半个月时间 这些能量就会消耗一空 红衣青年是怕能量消耗光了 他伤势还没有愈合 这些暴金风也没有被丢掉 这才将这些暴金风引去屠城 他利用这个空隙时间疗伤 直到第四天 宁城找到了一个虚空战舰上的虚空坐标图 同时学会如何不用神石控制战舰方向 他的使海才总算是轻松起来 否则用神石指引这个虚空战舰方向 实在是太累了 因为神石轻松起来 宁城的虚空战舰速度也是迅速飙升 原本一些超出虚空战舰的暴金风 很快再次被宁城甩了下去 尽管如此 宁城心里也很是担忧 这个虚空战舰的能量 最多只能飞行半个月时间 半个月后呢 按照宁城原来的想法 他打算将虚空暴金风引离无根黑城后 就将暴金风的蜂王卵送出去 那些虚空暴金风只要得到了蜂王卵 他就应该安全了 毕竟他从未想过 要占据两枚虚空暴金风的蜂王卵 但是这里靠近无根黑城太近 虚空暴金风听说是一种非常记仇的妖虫 一旦让这些暴金风得到了蜂王卵 那这些暴金风很有可能会返回无根黑城屠城 一想到这个 宁城心里更是没有底 红衣青年的暴金风亡卵 肯定是蓝原石矿山脉中得到的 他不知道这些暴金风中 还有没有当初他见过的暴金风 如果有的话 那说不定这些暴金风都认出 他也是盗走一枚暴金风风亡卵的祸手 如果真有虚空暴金风认出他了 就算是他将两枚暴金风的蜂王卵全部交出去 估计也不得善了 想到这个 宁城头顿时疼了起来 想要彻底地解决后患 只能将这些暴金风完全灭掉 可这么多的虚空暴金风 他要全部灭掉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眼看虚空战舰里面的能源越来越少 宁城心里也越来越焦急 此时宁城唯一寄望的 就是这个红发青年的戒指了 这个红发青年的戒指 竟是有些复杂 哪怕宁城一时片刻 也无法完全解开 他想的是 将这个红发青年的戒指解开后 会有足够的能源 然后将这些虚空暴金风引得越远越好 第十三天的时候 宁城看见虚空战舰能量 只是标上的能量越来越少了 他心里也是越来越急 这些暴金风 犹如复古之躯一般 总是有那么数百只颈跟着他 只要他的速度稍微慢一下 其余的暴金风 就会很快追了上来 而此时那个红衣青年的戒指 竟是他还没有解开 更不要说 利用里面的能量 补充虚空战舰了 就在宁城交集想着对策的时候 他在虚空战舰上的监控屏上 看见多出了一个亮点 那个亮点越来越清晰 很快宁城就判断出 这是一个飞行法宝 飞行法宝明显的是向他这边飞来的 宁城心里愈发交集起来 和红衣青年动过手后 他很清楚 自己的这点修为在无尽虚空中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个追来的飞行法宝感 如此肆无忌惮地跟着暴金风 绝对不会是普通人 果然 宁城看见那个飞行法宝 冲进了虚空暴金风群中 那些可以屠称的虚空暴金风群 在这个追上来的飞行法宝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大片大片地被杀灭 根本就无法阻止 这个飞行法宝半夕时间 尽管如此 虚空暴金风群 依然蜂拥着追向宁城这边 没有一只后退 宁城心里愈发沉了下去 这些暴金风他都搞不定 现在来了这样一个可怕的高手 让他怎么办 这个高手绝对是感受到了 暴金风风往晚的气息 这才追上来的 第零四七九章 施琼华的交集 从虚空战舰的监控屏上 宁城算了一下 那个强者要追上 他最多只要二十几个呼吸时间 那种随手就可以灭掉 一堆暴金风的强者 想要对付他 绝对不会花费多大的精力 宁城眼睛看着虚空战舰的监控屏 脑海中却在焦急无比地 想着各种各样的对策 几个呼吸后 宁城盯着监控屏上方 标示空间塌陷的位置 下定了决心 面对这种强者 他宁可进入空间塌陷 也不愿意落在对方的手中 这个时候 宁城很想发一个传输飞舰 告诉洛飞他没有事情 可是他又怕自己的传输飞舰 被这个强者拦截到 犹豫的片刻时间 这名强者的面孔都清晰起来 还是一名女修 宁城不敢再耽搁半分时间 他奋力地控制着虚空战舰 冲进了那片空间塌陷 这名强者根本就没有想到 宁城会突兀地转冲进空间塌陷之中 这简直是找死的行为 他此时已经冲到了 虚空战舰的边缘 但是让他跟着宁城 冲进空间塌陷 他可没有这么傻 在这虚空塌陷的边缘 他停了下来 同时抬手 抓向了虚空战舰 一股强大的虚空塌陷犀利传来 就算是以他如此强大的修为 也不由自主地 要冲进塌陷当中 论起修为来 他比宁城强大了何止一倍 面对这种恐怖的虚空塌陷犀利 他依然能勉勉强强 稳住自己的身形 只是那虚空战舰 他是抓不住了 早已被虚空塌陷 吞噬得无影无踪 就在他愤怒无比的时候 无穷无尽的虚空暴金风 涌了过来 这些虚空暴金风 完全无视这种虚空塌陷 直接冲向了 拦在虚空塌陷入口的强者 这名强者 心里暗叫晦气 暴金风为了寻找风亡卵 可以不顾一切 他可不想死 此时他想要奋力地 脱离这个入口 只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他想不进去都不行 无穷无尽的虚空暴金风鞋裹着他 全部陷入了 这无边无际的虚空塌陷中 就算是这样 后面跟过来的虚空暴金风 依然没有一支停留 纷纷冲进了虚空塌陷中 半住相后 这里除了这个虚空塌陷的入口 再也没有一支暴金风 宁城一进入空间塌陷 就感觉到虚空战舰在解体 面对这种恐怖的空间撕裂 任何东西也坚持不住 此时宁城心里只有庆幸 幸好他没有待机落飞 和一竹竹一起出来 否则的话 那可真是找死行为 宁城在第一时间进入了玄黄珠 同时将另外一枚暴金风的 风亡暖风硬柱 丢进了小世界 玄黄珠本源不全 除了他自己外 任何东西在玄黄珠中时间长了 都可能被玄黄珠炼化 化成虚无 所以宁城留在玄黄珠中 拼命用自己的神石裹住全身 他不知道 会在这种塌陷的空间停留多久 万一小世界被融化了 他可是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了 玄黄珠在塌陷的空间中翻滚 宁城的神石 根本就不敢释放出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宁城感觉到 玄黄珠似乎停下来的时候 他的神石 这才外放出去 这才发现自己早已安全 他处在一个寂静无比的地方 宁城立即就出了玄黄珠 脚下是一片坚硬无比的地面 在这个地方 他的神石 也无法扫出更远 数十里的范围都是极限 他的位置 好像是一个巨大峡谷的底部 两边被神石都扫不到顶的岩壁挡住 远处更是看不见镜头 让宁城想起了当初怒浮谷的样子 也是在一个狭长无比的峡谷之中 周围的空间也是灰蒙蒙的一片 能见度极低 不但如此 这里的温度还很高 宁城估摸了一下 这里至少有四五十度 如果一个普通人在这里 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烤焦掉 峡谷上方和前后方 全是灰蒙蒙的世界 宁城尝试着挥动天云双翼 他想要冲出这片峡谷 看看外面是什么地方 他刚刚冲出数十里高 就再次被强大无比的犀利吸了下来 落在了谷底 这不是重力作用 宁城感受得出来 这个谷底的重力 比地球上还要强大数倍 但这点重力 还无法束缚住他 这是一种天然的近空近置 让他无法飞得更高远 宁城淤了口气 知道再交集 也是没有用处 他取出涅槃枪 握在了手中 在这个谷底 沿着弯曲的方向往前走 他打算好了 如果走个几天还出不去的话 他就强行飞出这个谷底 大不了中途不断休息 他就不相信离不开这里 最让宁城担心的是 离开这片谷底后 他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是无根黑城附近的虚空 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别的他倒是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落飞会担心他 好在他和落飞有同心结 互相用元神凝聚而成 只要他平安无视 落飞就会知道 莫元星 这是一个修真和科技 同步发展的大陆 相对来说 科技文明的发展 更为迅速一些 莫元星的秦吾成 更是莫元星中 有限的几大城市之一 此时 一名面带青纱的白衣女子 带着忧郁的眼神 走进秦吾成 他每天都会离开秦吾成 去秦吾成周围的方式 发布一些信息 收购各种各样的炼服材料 和一些炼制服录的预检 这些材料和预检 他都交给秦吾成的岳家了 岳家不仅仅是莫元星的 第一练服饰家 更是拥有一名 八级俯禄大师岳阳智 这名女子之所以 将这些材料都交给岳家 是想请岳家的岳阳智 帮他练制一张破空服 让他再回到罗兰兴 他就是施琼华 自从来到秦吾成后 他就知道 于伯第一次骗了他 这里根本就不是 他父母所在的地方 对他来说 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这个城市有两大世家 一个就是新家 还有一个就是岳家 没有找到父母 施琼华根本就不想 在这里多待一天时间 他心里唯一想着的是 早点回到宁城身边 只是开天服太珍贵了 他参加过无数次拍卖会 几乎将所有得到的东西 都拿出去变卖 也换不到一张开天服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求助岳家的岳阳智 岳阳智的水平 是最接近炼制开天服的 俘虏宗师 他想请岳阳智 帮他炼制出一张开天服 可惜的是 他的材料不知道给了多少 别说开天服 就算是一张顿服 他也没有得到 每次他听到岳阳智的回答 都是还需要再等等 岳阳智大师还在练习 应该很快就可以 炼制出开天服了 就这样 施琼华不断地收集 各种珍贵材料 交给岳阳智的人 仅仅是帮助岳阳智练习 和提高了练服水平而已 施琼华明知道 这样不是个办法 可是他想要再离开这里 除了寻找岳阳智外 还真的没有别的途径 他不是一个狠利地人 如果换成宁城 早就打上门去了 或者是让对方 拿出一堆零食 而他除了心里焦急之外 依然还在不断地寻找 各种高级炼服材料 他心里期望着 有一天 岳阳智能够炼制出来 开天服 送给他一张 他不是没有想过 用些手段 但一旦得罪了岳阳 他就等于 将这条路封住了 而他想要回到 宁城身边的迫切愿望 让他不敢得罪 岳阳智的俘虏大师 至于通过杀戮 解决问题 他更是想都没有想过 哈哈 在岳家最豪华的一处洞府中 一声狂笑传了出来 随即一名身穿华服的 中年男子走出洞府 杨智师叔 守在洞府外面的一名童子 看见这华服男子走出了 赶紧恭声问候 立即通知家主 我有重要消息宣布 这名华服男子 正是岳家的第一恋服宗师 岳阳智 此时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好 是 这童子应了一声 迅速地离开 半炷香后 岳家的祠堂 已经坐了十多人 坐在上手的 是一名黑发老者 他眼里带着一样的欣喜 似乎有什么话 要迫不及待地宣布一般 今天 我要宣布一件最重要 也是最值得庆祝的事情 黑发老者看了看其余的人 终于忍不住 语气激动地说道 岳家祠堂寂静无声 所有的人都在等着这名老者 宣布那个值得庆祝的重要事情 我岳家有史以来 就是墨原星最强大的制服家族 家族中 更是有众多的强者裂开界面 进入星空 但是最近两千年来 我岳家制服顶级人才凋零 不要说九级制服宗师 就算是七级制服宗师 也是凤毛灵脚 说到这里 黑发老者站了起来 用力地一扬手说道 但是今天 我岳家再次出了一个九级练服宗 对 就是杨智贤职 杨智贤职已经可以炼制出九级的破虚服 黑发老者的话停了下来 他不需要说下去了 词堂中已经是异论声一片 各种兴奋的嘈杂声音 还有各种憧憬 所有的人都知道 在墨原星掌控了破虚服的炼制 意味着什么 墨原星规则也不是很完善 但同样不算是残破世界 所以 在墨原星 是没有天路的 修炼到一定的程度 只要是想离开墨原星 无论是依靠虚空战剑 还是依靠自己的修为离开 就必须要借助破虚服 只有用破虚服裂开了墨原星界面 这才可以进入最低级的虚空 去寻找生命星空 第0480章 阴魂不散 激动的气氛一直冲测着整个祠堂 墨原星有多少修饰需要破虚服 可以想象 将来岳家的每一张破虚服 都会被卖出一个天价 有无数的修饰将会来到秦吴城 向岳家购买破虚服 那个信尸的女人 给他一张破虚服就算了吧 一名岳家的长老忽然说道 他知道 岳家的岳阳智 能够成为一个九级练服宗师 绝对有这个女修的一小半功劳 最主要的是 这个教师穷华的女修修为 太可怕了 岳阳智微微一笑 诞生说道 一张破虚服的价格 在墨原星是天价 而且 他要的是比破虚服更为高级的破空服 破空服我现在还练制不出来 岳阳智的话 没有继续说下去 不过这里的人 都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上手的那名黑发老者点点头说道 岳阳智说得不错 破虚服每一张都是价值连城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送出去了 可是 那个女人修为实在是太高绝了一些 就算是在墨原星 也是没有几个比他厉害的存在 万一 刚才说话的那名长老 听到了黑发老者的话 语气愈发担忧了起来 岳阳智冷笑一声说道 我岳家是整个墨原星的第一制服室家 我更是晋级到了九级服务宗师 岂能惧怕他一个小小的女修 我听说 他有一枚上古铜钱 非常厉害 这是一枚落宝铜钱 我恐怕就算是 将我岳家全部卖了 也买不到这枚铜钱的一脚 那长老还想说什么 黑发老者当即一拍面前的暗机说道 那个女修应该是一个外来者 现在他最想要的是 离开墨原星 我同意杨智贤侄的话 让那个女修来我岳家 无论他同意还是不同意 落宝铜钱必须留着我岳家 落宝铜钱以后就给杨智使用 岳阳智听到黑发长老这么说 他心里了很是满意 他基于施琼华的那枚落宝铜钱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成就了九级服录大师后 就炼制了大量的攻击服录 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施琼华 就算是岳家不支持他 他也要抢到施琼华的那枚铜钱 只要他得到了那枚铜钱 将来他去虚空的时候 就有了资本 无论花多大的代价 他必须要得到铜钱 施琼华在得知岳阳智 晋级到了九级服录宗师的时候 心里并没有多少惊喜 他在想着 应该如何通过岳家得到一枚破空服 就算是得不到破空服 他也要得到一枚破虚服 至于继续寻找材料给岳家 他已经不会去做了 没有破空服有破虚服 对他来说也是一样 施琼华刚刚到了岳家 就感觉到不对劲 他和宁城在一起也有些时间了 受到了宁城的熏陶 防备之心总是有一些 所以 他站在了岳家的院子 没有进去 不过也不需要他进去了 数十名修士在这一刻 完全封锁住了岳家的院子 岳阳志 我只是要一枚破虚服而已 你这样不嫌做得过分了吗 施琼华语气平静 并没有半分惊慌 哈哈 岳阳志哈哈狂笑 施琼华 要一张破虚服 你说得好简单 你知道 一张破虚 需要多少珍贵的材料炼制出来吗 你知道 一张破虚服 可以卖出多少零食吗 你张口 就是要一张破虚服 到底是谁过分 施琼华脸色气得发白 他这些年送给岳家的材料 不要说炼制破虚服 就算是炼制破虚服 也可以炼制十多张了 而此时 对方竟然对他说 一张破虚服是多少零食 夫君果然说得没错 贪婪的人永远都是贪婪的 他实在是太善良了些 岳故 我这些年送给岳家的材料 不要说炼制一张破虚服 就算是炼制一叠破虚服 都足足有余了 如果没有我的支持 岳阳志 能够晋级九级服录宗师 施琼华 岳管是愤怒无比 语气依然还是很平静 被施琼华称为岳故的修士 正是那名黑发老者 也是岳家的家主 他听到施琼华的话 站出来抱了一下拳 诞生说道 施道友 如果不是你的材料 我也不会卖破虚服给你 但你的材料再多 如果不炼制成为俘虏 也是一堆废物 这样吧 我做一个主 你有一枚铜钱 你拿出那枚铜钱做报酬 我们岳家 岳家送你一张破虚服 施琼华没有在说话 也没有在解释 岳家的贪婪 超出了他的想象 不要说这枚铜钱 是宁承给他的 他绝对不会拿出去 就算是他拿出去 他心里也清楚 岳家绝对不会放他离开 今天就算是自报了 他也要学一下 自己夫君做的事情 施琼华毫不犹豫地 祭出了自己的青剑 同时祭出了五行落宝铜钱 他要动手 一起上 岳故看见施琼华动手 立即大吼一声 也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很可惜的是 施琼华没有进入岳家的慧客大殿 否则的话 施琼华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轰轰轰 咔咔咔 恐怖的爆炸 和各种法宝的 轰击在岳家的大院炸裂开来 整个秦吴城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没有一个人靠近岳家 很多知道情况的都明白 这是秦吴城第一高手施琼华 和岳家打起来了 至于原因 没有人认为施琼华不对 施琼华虽然修为在秦吴城最高 但却从不欺凌弱小 交易也是按照规矩来 没有半分仗势欺人的事情 但是岳家一样强大 还是莫元星的第一制服世家 没有人愿意随随便便地得罪岳家 岳家的爆炸 持续了大半天时间 这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这一天莫元星的秦吴城 发生了一件大事 盛极一时的岳家 因为想要谋夺一名女秀的法宝 结果双方火并之下 同归于尽了 岳家几乎所有的长老全部被杀 听说只有个别的几个人 利用破须符 勉强离开了莫元星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岳家也彻底地在秦吴城落魄下来 更不要说成熊整个莫元星了 同样的 原来居住在秦吴城的第一高手 女修士琼华 也在这一天消失不见 据说 她是在和岳家修士火并的时候 同归于尽了 凝成呼地停了下来 她用手扶着自己的额头 感觉到一阵阵的不舒服 涌了上来 那种不舒服 就好像她失去了最亲的人一般 有一种让她无法呼吸的感觉 怎么回事啊 凝成取出了佟星杰 佟星杰安然无恙 表明洛飞现在很好 是若兰出事情了 按理说 若兰和瑞白山这种老奸巨华的人在一起 不会出什么事情才对 琼华 凝成想到施琼华这个名字的时候 心里忽然被一柄巨大的铁锥轰了一下 她的那一朵明魂花被驯汉瑞用了后 就一直在寻找明魂花一样的东西 因为她准备救醒余博和新子墨 尽管她也知道 通过这两个人找到秦吴城不大现实 这好歹也是一线机会 只是明魂花这种东西太过稀少了 或者她要进入星空后才可以寻找到 今天她还没有进入星空 就有了一丝不安 这一丝不安绝对是琼华带给她的 凝成坐了下来 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 她恨自己实力太低了 如果有仓位大哥那种实力 她就可以直接撕开界面 前往墨原星 欲 凝成吸了一口气 她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她一定要加快自己的修炼速度 撕开介于虚空 是她下一个努力目标 只要她能达到这个目标 她将不断地去撕裂各个界面的虚空 寻找秦吴城 一声轻微的响动传了过来 凝成心里一惊 立即将这些念头收起 抬起头这才发现 她前面不远处 有一个残破的银色战舰 战舰残破不堪 一名身穿浅蓝色衣裙的女修 正从残破的银色战舰上爬出来 刚才她心里电挂是穷华 竟然没有看见 不对 这个女修她很面熟 就是之前追她的那个女修 一巴掌可以拍死无数的虚空暴惊风 明白这一点后 凝成头皮一阵发炸 她想不到自己都逃入虚空了 这个女修还阴魂不散地跟了过来